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然後在講今天的主題之前呢 先來宣傳一下大師的天天節手遊的社群 LINE的社群 那想要加入的朋友呢 記得先掃一下上面的QR Code 然後掃完QR Code之後呢 記得按下3345678 3345678就可以加入這個LINE的社群 然後一起討論天天節手遊的 遊戲內容 那LINE社群是不會有你任何的個人隱私的名稱 原本你自己LINE的名稱跟你的大頭貼的照片 你在加入社群之後會重新再設定一次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好 那我會把它的連結也放在資訊欄下方 就是這個LINE社群的連結 那點連結進去之後開啟你的LINE 然後就可以輸入密碼 然後加入社群裡面 那記得加入之後跟大家問個好 好 那我們來開始介紹今天的 咒詩天天節咒詩的職業內容吧 關一下 Q片 OK 好 那我們三部影片有講到俠客嘛 那這部影片剛好就是咒詩啦 好 咒詩的那個圖案也是長這樣 然後這個LOGO圖出現了四個角色 韓吾沙 夏侯儀 風寒月跟指風 好 咒詩顧米思義擅長使用作法的大師 一般擔任團隊中的遠程輸出 華麗炫酷且威力十足的作法是他們拿手好戲 天地節的世界觀中尋常人修習建術較容易 而作法並不是人人都能學會 十分依賴天賦和後天的悟性 藍念卻又威力強大哪怕是最簡單的做法 也足以令常人震驚 就像我們幽承幻劍路的主角夏侯儀 剛剛覺醒的離火神爵的時候 便被膽小的戏下兵認成妖術 咒詩距離遠威力大的代價 便是需要一定的司法時間或吟唱 在天地節幽承在領手頭中 咒詩雖然可以使用遠程攻擊 對陣近戰 對陣近戰 怎麼有點牢口 單位使利用常守優勢使自己不受反擊 但若是貼身發動近戰攻擊 則對方會獲得先攻的效果 仙宇宙斯進行攻擊 使自身戰損大大提高 所以少俠在實戰中一定要多多把握敵我之間的距離 才能取得良好的進攻效果 好 岩屬性的代表有夏侯儀跟慕容真 慕容玄金的娘情 好 無火弄焰可瞬間將面前領域化為火海 代表角色夏侯儀慕容真 火系作法通常為敵人附加岩系獨有的燃燒效果 使對方回合結束後 再受到對方百分比氣血的傷害 輸出最佳之血 這個附帶效果蠻實用的 好 夏侯儀的九具粉面 然後慕容真的 粉炎之陣 好 這給大家看一次 OK 好 再來雷系角色 代表角色有指風 慕容玄機 我以為慕容玄機是光系角色 要用的雷光之下 電光之下敵人將不復存在 代表角色指風慕容玄機 相傳修習雷系作法可以 溝通天地 溝通天地 溝通天地意象 換來居於九天之上的神雷 獨有的電流Debuff 具有降低敵方屬性的功效 享受華麗的電電電 冰雁 上面什麼 九天神雷 九天神雷就這樣子 怎麼感覺越露 然後下面是指風的普通攻擊 好 再來是冰系角色 風寒月 無可厚非 凌結身邊的寒氣 在敵陣中聖方冰霜之花 代表角色風寒月 據說休息冰霜作法的人 性格也會冷落冰霜 都是和風寒月的氣質頗為相符 不得不說 冰系作法的緩速效果 對於減緩敵方攻擊節奏 來說 那可是相當給力啊 這個是 冰華之凳 砰 OK 看一下 好 就有關係角色是這兩隻 諸號跟相黃子 諸號你也平用光 OK 諸號本來就是用關係 關係關係作法 然後相黃子長成這樣子 也差太多了吧 怎麼變那麼可愛Q版的人 聖結的光芒 是對抗邪魔最強的武器 代表角色諸號相黃子 雖然諸號這是一度的壞水 但他在光系咒法上的躁鬱 卻是人中喬楚 而先人相黃子前面這等的高手 使用咒法那可是手到琴來啦 這個是普通攻擊吧 灰日聖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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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灰日聖咒就這樣子 有些好弱喔 超弱 油光刃 油光刃 油光刃欸 這應該是相黃子自己的招式吧 OK好 在暗系啊 韓無沙跟丹鷹 不一樣的暗帶著血色 是神魔之氣在翻騰 代表角色韓無沙丹鷹 原作中人氣頗高的冥皇丹鷹 終於要來了 不但師術了得 暗系的攻擊作法也不容小規 據師兄的可靠消息 冥皇丹鷹在所有的新劇集中也將出場 另外此次韓無沙大姐姐的表現也值得期待喔 無天黑眼 嗯 無天黑感覺 感覺弱弱的 為什麼下面感覺從地上冒出一些觸手出來 OK 再來這個是什麼 滅魂大法 我覺得滅魂大法做得還不錯啦 嗯還不錯 好 通過大師兄散述的一番講解 我也不知道大家對宙斯這個職業 有沒有更深的了解呢 更多內容後續大師兄還會繼續為大家帶來 當然也不要忘記 微信公眾號填寫測試問卷 OK 好 好 好那 喜歡 不知道大家 不喜歡這次的宙斯的角色代表的介紹 好那 那我意外的是 就是 竟然木龍玄機 確定真的不是光系 哈哈 他是雷系的 我是覺得木龍玄機當光系會比較好啊 我覺得啦 是我個人的前見 好 好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了 好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囉 掰掰